一切环境当中 你看得很清楚 很明白 而不会被迷惑 清清楚楚 整合当中 就是定会登学 你们今天同学 这个进中学会 带着你们去到新加坡 大概几个旅游的地方 去参观参观 你们是不是在修定会呢 定会在哪里学 生活当中学 你们看看新加坡这个都市 看看许许多多繁华的市场 你一到那个地方去 如果看得清清楚楚 寥寥分明 这是会啊 能在这个境界里 如如不动啊 那就是定 定跟会是同时有的 绝对不会说 哎呀 我有会没有定啊 那个会是协会 不是正会 有定 定中生的智慧 那是真智慧 样样样样清楚 如如不动啊 在这个境界里 绝对不会齐心动念啊 没有妄想执着 心永远是清净的啊 你才能看着这个世界千变万化啊啊 从这个静观里面 你就了解这个时代的众生 他们在想什么 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在说什么 清清楚楚 寥寥分明 你才有能力去度化众生啊 这个讲经说法 才能够去积 去理 理就是与法相应 这个积呢 就是灭烦恼 与利益相应 与这个灭尽烦恼相应 这就是去积 第四 涅槃功德相应 这个涅槃功德 是从古报上说的 涅槃是什么意思呢 不生不灭 绝对是与不生不灭的功德相应 功 是你修学的功夫 得 就是你得到的果报 果报是不生不灭 不生不灭 什么时候得到呢 别注意说 现前得到 这个句句都是真实话了 这个不是假的 现前得到 不生不灭 不生不灭 不是说 死了以后才得到 那不是佛说的 这个涅槃是没有生死的 没有生死 就是了生死 是现前所证断的 佛的四 无碍辩才 一定与这四 相 相应 如果是这种说法呢 你就知道 那这就是诸佛菩萨 wygląda 哎 这是诸佛菩萨的真说 与这四 相应 我们再看 下面经文 米勒 若比丘 比丘尼 幽婆色 幽婆意 余朔法者 应当安住 如是便在 这时佛教者米勒菩萨说 实在就是祝福我们 比丘 比丘尼是出家的二种 幽婆色 幽婆意是在家二种 四种弟子都有责任 鸿发利生 所以鸿发利生并不是出家人的专利 出家人是在讲的 他是应当要做的 好比这个学校 出家人是专职的教育 他是专职教员吗 他当然天天要教书 天天要上阔嘛 这个在家居士 他是坚韧的教员 他可以来上阔 他也可以不来上阔 他不是专任的 他是坚韧的 所以四种弟子都有这个责任 你要代佛说法 你要自立立堂 佛说了 应当安住 如是便在 你要把这四句话要牢牢地记住 齐心动念 以言语造作 都要给一切众生做榜样 要给一切众生做好样子 这就是利益众生 这就与利益相应了 真正做个好样子 必定是跟如来的教诲相应 佛教我们应当要做的 我们认真努力去做 譬如叫佛教给我们三福六合 六度十月 我们一定要一教奉行 这是与法相应 法一定与利相应 这是深一层的时候 法一定与利相应 如果法与利不相应的 那个法不是正法 一教修行的人 一定是烦恼亲智慧长 一教修行的人 必然是去向大涅槃功德相应 这是无论在家出家的弟子 要为一切众生受罚呢 一定要与这个相应 再看底下经文 若善男子善女人 由性顺慎心 当于世人而曾佛想 做教思想 也于世人听受启发 这是佛教导我们 听这些佛子说法了 应当具有的心态 我们才能真正得到佛法的功德利益 哪些人喜欢听佛法呢 能够接受佛法呢 必定是善男子善女人 佛经典里面 善男子善女人说的很多 但是善的意思不相同 等级不一样 那么一般可以说呢 大分有五个等级 五臣佛法 从最下面这个最低的等级 人臣佛法 天臣佛法 声闻原觉菩萨 慈的这个标准 是最低的标准 我们得的是人参 当然是为一切人 来讲经说法 总不会去为畜生 去讲经说法 为人讲经说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